大家好,日本的媒体日经新闻在10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 说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向海外工作的员工征收所得税 包含香港和澳门两地 代表不少在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工作的银行业员工 突然被要求缴交原本税负三倍的给予 给位于北京的中央政府 而且还要追溯到去年 那么来自中国国有企业驻香港的消息来源称 该企业向员工要求申报2019年的收入 以便向中国纳税 中国在去年1月修正租税法规 让政府有权向海外公民征税 但详细的有关讯息到今年才出现 并要求在6月前申报2019年的税收收入 并对多数海外员工而言根本措手不及 目前在海外工作的中国人估计有6000万人 香港有8万到15万 这对驻港人员来说可谓荷包大吃血 因为香港是世界上税率最低的地方之一 即使是所得最高的员工 也只需缴交15%的所得税 但是中国的税率达到45% 多了两倍的税率 对高级主管等精英而言 等于是要多付10万港币 那么日经新闻呢 报道指对香港而言可能是另一个人才外流的风险 一名分析师称啊 如果要向中国支付这么多的税的话 住在这么昂贵的地方根本没有意义 可能很多人干脆回到中国 虽然向海外工作人员征税在许多国家都有彩刑 不过一名缴了24万人民币所得税的中国国有科技 科技业高级主管私下向日经抱怨 向中国政府缴税 让他们感到非常不舒服 那意思 中国政府把这个钱没有干到好地方去 就这个意思 我就不多说了 这是日本的日经啊 日经是右翼媒体啊 那我呀 说说我看完这个新闻 我的看法 这个日经新闻呢 他现在日本为什么出这么一个 说是中国向这个香港的十几万人 三十多万人收税 向海外的华人收税 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什么 日本想让这些人去日本 哈哈哈哈 你看完日本人这个新闻你就明白了吧 就你香港现在不乱了吗 趁活打劫 你香港这些人是不是懂得这个外贸交易 懂得国际国际金融的 去哪儿去大陆去大陆没意思 哎到我们东京来到我们日本来 日本要吸 要吸一部分香港的血 这就我说啊 这个中国一乱呢 像这个周边的这些啊 海盗的民族啊 是不是 就是倭寇的后裔他都会哎哎来吧来吧 美女来来美女 是不是 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品种 把美女叫过去 就有本事的让把他们吸引过去 就是他就要求啊 这这这反正你中国只要一乱啊就来 那他呢 何乐不为呢 我私底下就让你乱啊 你们越逗越好啊 逗越多 花越多越乱 哎 我们就获利 你看日经这个新闻的意思也是 哎呀 香港现在税收了吧 又多交十几万吧 哎 干脆离开香港吧 离开香港去我们日本吧 他没有明书 但你可以看出来这里边的意思啊 日本人在这里边也耍了个花招 嗯 征税啊 像香港这个中国公民征税啊 我觉得 我自己认为支持啊 因为什么呢 我觉得未来应该在香港也征税 不是说像光像香港的这个中国人征税 就是咱们大陆籍的征税 在香港的一些香港人咱们也要征税 凭什么香港啊 国防外交 这回的国安 是吧 国安法 全部都是我们来承担 你的安全我们来承担 然后你一分钱税不交 你他香港人不交税啊 他有一种什么呢 有一种我跟你没关系的感觉 我不跟你交税了 我跟你大陆是没关系 对吧 我也不叫你交税 我们想怎么弄怎么弄 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是独立个体 这弄得香港人自己觉得自己是独立的 我也不像你交税 我们反而被你们统治 你现在要求香港向大陆交税 香港必须每年向大陆交多少多少的税 那他就会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国家的一个认同感 反而是我向你交钱了 对吧 那我就得是不是 我就得 哎 反而这个国歌啊 国徽啊 有一些敬仰了 为啥 我交了税这个地方 我交了钱 你明白吗 这是一种心理 你不收他税 他反而对你什么 离心离德 你收他的税 长期间收他的税 反而他有一种什么 有一种本土化观念 对吧 我就归回中国了 对吧 我常年向中国交税 而且啊 他有一些东西参与进来 他有一种参与感 反而啊 与这个大湾区地区一体化 更容易 所以我觉得这个收香港税 多少应该收一部分 你也不能老是补贴 大陆人也不干 你老补贴在香港干嘛呀 补贴完了最后 白尔郎一帮天天跟你闹 一没钱就闹 一没钱就闹 巨婴吗 养这么一帮人 我觉得最少是什么水啊 电啊 垃圾啊 这些东西 清除的生活上 这些东西的 多收他税 应该像香港人多收他税 那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中国人给你 是吧 中国人给你弄的 多交一些税 让你知道 你这些东西离不开中国 哎呀 每次扔垃圾的时候 那帮港独扔垃圾 哎呀 这今天又多交是钱 钱在那儿 瞧一交给中国 他就知道了 离开中国 垃圾都没人给你处理 水都没地方找 是吧 水电都没地方 他交税他就知道了 哎呀 我这钱 我这钱 交给谁了 谁管着我 他心里就有数 谁管着我 以前是中国也不收他的 他认为是没人管着我 挣了钱我归我自己 其实反而不好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可以在下边商量一下 可以自己讨论一下 我觉得 这个税收这种东西 其实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捆绑 将他捆绑到这 不是说你对他好 单方面我就不收你税了 这也有时候吧 这反而让他产生一种离德 离心离德的形象 他认为你管不着他 所以我觉得后续 不光是对在香港的大陆的收 对香港本地人也该收税 就应该收税 咱先收他税 收完税 再繁补给他也可以 但是你得把这个税收上来 收上以后让他认为 每那些富豪也在说 我得给中国政府交税 我这个挣了一些钱 他也得想一想 最后得流进中国的 然后中国政府 再把这钱每年给一部分香港人 什么 给一部分人救急也好 给香港人一部分好处 他香港人反而感谢你 你什么都不收 他们自己弄 弄到最后就是啥 他认为他自己都独立了 产生有幻觉了 你看你也不抄我收 天高皇帝远都不管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对的 先从香港那逐渐收税 然后把香港一部分 那种不愿交税的 或者有种抵抗的人 他自然而然 他也淘汰出香港 我觉得这是一种淘汰制 先把香港正式回归 从收税开始 这个税收其实对人的思维 还有对未来整个社会 香港社会影响是巨大的 你不能说大半区 其他地区都向中国交税 香港不交 香港不交税 你不交税 像我说那我他妈也当港独 当港独多好啊 香港独立 这就是我说 这里边有一个逻辑上的毛病 你给他好处 你是在鼓励港独吗 你给他那么多好处 他想要独立 那就是鼓励他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安法 既然已经立了 后续也不要给这些港独 给这个香港这些本土的 这些太多利益 你给他太多利益 反而刺激了港独 反而刺激他 跟你离心离德 有好处 是吧 这么大好处我不干吗 那哥 我也干 这反而刺激他来干这个 明白吧 你把钱吧 咱也不是说 故意不给香港人发好处 收上了税 税收了 从有钱人来先把税收上 然后呢 收一部分税以后吧 跟国际标准差不多 也不要太高 但是得让有钱人先把钱交 交一部分税 至少我刚才讲的 处理垃圾 环保的这块 然后水电 对吧 水电器 国防 收一份国防税 我们驻军在这呢 给解放军交税 解放军保护你安全 对不对 还有什么国安法 国安的这些税 你可以交国安税 收上了以后 他自己交了个税 他就明白 我是这个国家 我交了这个国家的税 我是个公民 然后把这个钱 可以以其他福利的形式 回馈给香港社会 干一些慈善 建一些学校 给一些资助一些 是不是 贫穷的香港人 给办一些好事 他反正尽你 尽你中国的好 而且收了这个税以后 他有这个交税的行为了 他就会产生有一种 认同感 国家认同感 最主要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说的 这个香港要想在大湾区啊 你想把这个港独全部清除啊 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 让他融入到大湾区 大湾区其他地区啊 像广东其他地区 都是在给中国交税的 就他不交 你想有些广东那边人 也跑到香港去搞港独了 你为啥呢 我要到香港人呢 香港人好啊 香港人不用给中国缴税啊 别人想一下 那我们广东 我广州也不缴税 广州也不缴税 不就好了吗 我们广州人不就 每个人又可以 一个人多罚一万港币了吗 港独反而 很多人支持 咱从利益的角度看这个事儿 人呢 其实都会算这个账 搞港独能赚着钱 对吧 我独立 你中国又不收我税 我少往这缴 这些钱我们大家都分了 割我也干港独 割谁谁不干呢 这么大利益 所以你得让他这种利益链条消失掉 这样才是对什么 对他最大的压制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还是不得了 就是 我们箑所 我们十分之后 我们的视频 都是 感谢观看